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走马上任 他之前竞选时候的承诺 现在正在努力的实现 比如说货币方向上采取休克疗法 对美元一下子贬值超过54% 其实之前的时候比锁在黑市上的交易 就是1比1000的样子 央行 阿根廷的央行死卯住1比366 其实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所以算是揭穿了阿根廷汇率真实疲弱的这么一面 所以也不算是真正的称之为改革 所谓的休克疗法 只是表面上这种称呼 而至于大刀阔斧的说 把18个政府部门 这种防砸垄成臃肿的削减为9个 事实上我们看这两张图片 这有一点像摆拍 为什么 坐在上面跟总统先生一起合照 这当然是人数非常少的 但是整个公务员体系 那人数是非常庞大的 现在并没有大规模的裁员 所以事实上你的政府开支还不是这么大 这里我们说起来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在中美因为存在竞争关系 不太感动 事实上只能其他的国家再进行 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在经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 事实上我们人类拥有更强大的生产能力了 就很多人其实可以不太需要工作 所以在利益分配上面 我们各种公司家庭个人 乃至于国家之间都应该做更多的尝试 怎么样是更有利于我们未来合作发展 乃至于竞争方向上的 那么必须要有地方采取尝试的姿态 那么法国之前尝试过 我们说不算很成功 那么这一次阿根廷作为发展中国家 他也在进行尝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虽然是表面的休克疗法 表面的大刀阔斧 但事实上还是值得鼓励和提倡了 有正面的价值 因为这裁员说不定未来可以 未来对于臃肿的体系可以进行 只是暂时他可能一下子动作跟不上 咱们从好的方面可以这么想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那阿根廷事实上三千多万的人口 即使离美国也非常的遥远 离我们中国可以说 就在我们穿过我们脚下的地面 一万多公里 在我们地球的足足是另一端 是非常非常远 离我们中国是最远的位置了 所以从地缘上面来讲 非常依附于中国或者美国 其实对它来说并不是很有利 都不是接浪 那不是一般的不接浪 所以他采取横跳应该说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姿态 所以很多网友对于他可能有一点远离我们 有一点忧心 有一点忧心是正常的 但是过度的担忧并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我们之前分析了 这个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 可能都要在中美之间采取横跳的姿态 因为石板的一方没有办法充分的融入 这种全新的国际秩序 全新的国际环境 比如说全球化 这是没有办法退出的 互联网你也没有办法退出 你光跟中国跟光跟美国恐怕都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即使是欧盟 他表面上跟着美国 事实上在贸易上面其实还是很跟我们合拍的 比如说大众公司最近又说汽车是在中国为中国 对吧 在中国还是要进行大量的招聘设计师 在电车上面还是跟得蛮劲的 还是肯定是不愿意退出中国市场的 所以这时候阿根廷就有一个细分的问题 它是进行一个竞争型的或者说对抗型的横跳 还是进行一个合作型的横跳 我们之前也分类过 过去的时间里面 新加坡它就采取的是合作型的横跳 比如说在文化 在贸易上面跟我们中国非常亲近 在意识形态很多方面 包括在英文世界的很多角度理解上面 它主动的包括军事上面 主动的跟美国走得非常的近 公开的说法 那么它都是采取一个合适老的这么一个姿态 看另外一个方向 竞争型或者对抗型的就是土耳其 那么它跟美国的关系 跟我们中国的关系都不能算是很好 它的体量跟众生都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它也有一定的资本和条件 那么它采取的是对抗型 那么我们看阿根廷现在的经济 以及地缘的情况来说 应该说会更加像新加坡的这种方向 就是大家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指望 以目前的走向来看 应该说就可以去对标新加坡 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他们 实时的绑在我们身上 目前看来的 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 但是它特别是米莱这个政府 它有它的想法 那是最近又说了 希望跟我们伦币互换进一步推进 对吧 我们也要细细考虑 这进一步推进 我们遵照以前的这种做法 那你这往美国 这一上楞就去了美国 对吧 虽然别人不太理你 但你也不能说跳得太狠 因为过去就是一直站在美国的那里 你即使按照标准的横跳方向 也要离我们近一些 因为你做美国后院 在美元的体系下面 在IMF 在这样的经济秩序下面 实际上阿根廷并没有真正的站起来 稳下来 对吧 所以即使按标准的横跳 他也应该更加往我们这个方向靠拢 我想他走着走着应该就会明白 既然他没有真正的落实休克疗法 跟落实大规模裁员 他应该就知道 这还是要尊重事实 要不然阿根廷就更加的混乱了 那就不是一般的货币混乱 跟这个裁员引起的混乱 而是说更加全面的混乱 他当然我想迟早还是会往我们这边更多靠一点 当然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短片我们到这里